今年来国人饮食日趋西化 食用米逐渐下降 当晚米食独有风味及怀旧情思 透过草屯镇农会举办 创意异国米食研究班 以在地各种米食为素材 拼请南开科大餐馆系副教授到场来指导 以推广米食多元化的料理 很感谢我们这个草屯镇农会 举办这个异国米食的料理 那我们今天在这边的话 我们所传授的这些教授的这些课程 我们都是以当地的食材为主 假如说我们的小黄瓜 凤梨 番茄 香菇等等 我们都是利用这个在地的食材 但是有一项是我们特别要去推广 我们草屯镇农会的那一个荷环米 它是吃起来寿司米 它吃起来是非常香Q的 利用在地食材入菜 让每一位社区妈妈都相当踊跃的参与及学习 很高兴来到草屯镇农会 来学习异国的料理 我们的米是用我们草屯镇农会的荷环米 来做那个异国料理 我们学到了有匈牙利的牛肉饭 还有那个凤梨炒饭海鲜的 都是非常好吃的料理 草屯镇农会所举办的创意异国米食研究班 吸引了许多社区妈妈前来参与 希望能够将多元米食文化加以推广 已经连续好几个礼拜邀请到我们南开科技大学的许教授 专门来对我们所有的班员们 矫正班的班员们做一个异国料理的一个指导 所以我们是推动新米食文化新饮食的习惯 这个很多食材我们老师都把它融入到今天的课程里面 就是把我们的基本单元的米食变成多元的饮食习惯 先议员吊子佑肯定草屯镇农会的用心 利用在地食材烹煮展现不一样的米食 特别来办理到米食的一个推广 可以把米做做很多好吃的米饰 为了要提供我们的美食 也用很多心 我们地方家政班的妈妈来利用草屯的好米 来做很多美食 借由此次的活动不仅推广深入到各个家庭 也让社会大众更加认识米食的文化 记者李永胜草屯采访报导 订队 产生 网上 好